中国人民银行法第29条规定 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对政府财政透支 不再直接认购 包括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 最近长端国债收入率突破2.5下限 7月1日开始 央行在一级市场介入国债 并准备在二级市场国债买卖 纳入货币政策工具箱 里程不一斥的操作 事物意味着新阶段的开始 它可能是一个新的 肯定是会有一些变化 但是它还是没有突破 在一级市场直接购债 因为真正的量化宽松 还是要在一级市场直接购债 央行直接作为最后兜底人 直接去作为国债的承接者 去大量的买入国债 或者大量的买入坏账 其实所谓的量化宽松 它也是分程度的 如果你要是比较浅的 比较半饮半汇的 在二级市场进行一些介入操作 如果你要直接一点 在一级市场直接买 如果你再猛一点 直接去买一些像美联储 在2008年的时候 他买MBS 就是资产抵押证券 就是房地美和房地美的那些资产抵押证券 他就是说白了 就是买坏账 如果你再狠一点 再狠一点是什么 就直接去兜底一些银行的坏账 如果再狠 再狠 就是直接把企业的坏账也买了 如果你再狠 你干脆把所有房奴的负债有钱兜了算了 大家明白我意思 就是这个东西 他程度 他可以有深有浅 但是这个事情是个双刃剑 大家也可以想象 如果央行的介入过深 比我们讲拿美联储做比喻 如果美联储他去把所有老百姓的房贷就给兜了的话 会发生什么情况 对吧 这个肯定会恶性通胀 而且币值 这个美元可能拿着美元举例可能有点不太对 但是别的国家如果这样搞的话 肯定是币值大幅贬值 然后恶性通胀马上就来了 所以这里面有个度的问题 目前没有 目前只是二级市场买在 我觉得还不算是实质性的这种量化宽松 而央行本身从官方来讲 他也不认为自己是在做量化宽松 其实真正的最后做到非常规货币政策 或者做到央行直接下场的话 他是不会兜底一切坏账了 他一定是有选择性的 最核心的一些东西 他会兜 但是很多可能你都不会纳入保护范围内 比如说你民营企业的坏账 他会给你兜底吗 你个人的房贷他会给你兜底吗 不大会 但是你要说四大行的坏账会不会兜底 那这很有可能 对吧 前几年感觉到处都是钱 这两年感觉到处都没钱 钱到底哪去了 这个主要是涉及到对钱的本质的理解 其实我们这个世界 你要对它的本质有一个理解 这个其实蛮抽象的一个东西 我之前其实也提到过 提到过 就是关于钱 债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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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问题 就是钱本身 它其实不是你所理解的 就是比如说一堆现金 比如家里你有一千万现金这个概念 这个钱大部分的概念是银行的一个数字 银行这个数字是个什么呢 它本质是个债权债务关系 就我一直讲 钱即是债 债即是钱 就是这个钱 它本身是一个债权债务关系 钱可以凭空创造而生 钱也可以凭空 随着通缩 或者资产价格下跌 或者坏账的爆发 而消失而消失 就是这个钱的概念 可能跟你原始 或者从小到大受的这种熏陶和这种 这种影响的这种认为的概念 你的钱是不一样的 这个钱的本质是什么东西 其实学校教育不会给你讲 然后你上了社会 你也不会去 也不会有人告诉你钱本质是什么 但钱的本质 其实是债务 其实债务 钱即是债 债即是钱 你有的钱是什么概念 比如说你有一千万 其实是这个社会上 你有一千万的索取权 可以索取一千万对应的商品服务 或者金融资产的索取权 其实是一个债权债务关系 然后你再需要理解的 就是这个钱在银行体系中 它是怎么诞生的 又是怎么消灭的 就是银行的资产负代表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没法 就是短时间 我没法给你深入下去 就讲得很清楚 但是这个钱的概念的理解 我觉得值得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 去真正的去了解 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当然这个也会对你 人生观价值观 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也会影响你对钱的 本质的一些概念 还有就是钱需要流动 如果不流动 大家都谨慎了 都不花钱了 钱不流动了 自然这个钱也会消失 你的体感的感觉也会消失 也会消失